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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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发怪 吃的这么甜的果干 就不会那么疼了 来 四方 四方 你来这里做什么 四方 你怎么在这里啊 公主还是要罚你吗 为什么 我找他理论去 不要和师父定装 他脾气不好 定不会与你罢休的 这有什么 大不了被他打一顿 反正我也不怕他 可真够大胆的 才下山就犯计 你想学他 先定量亲属自己的位置 人家这叫有恃无恐 你们能这次真这么好过呀 你快回去吧 是我自己要跪在这里的 不是师父罚我 为什么 这样师父他才能消气 你放心 我真的没事 对了 四方 我这次来 是给你带了刚量好的果干 可甜了 你在这里发怪 吃的这么甜的果干 就不会那么疼了 来 好吃吗 这个东西我先收紧了 你快点走 记得车 我进来 我进来 师父 师父 你有你的身情厚义就够了 以后不需要师父了 弟子不肯 违反公规 弟子甘愿受罚 守不住本心的弟子 要受长老会审 再去炼狱塔经历十三界酷刑 这罚 我怕你是受不起 四方身为首徒 自当以身作则 不会逃平 你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可是我黎泽公 这几百年来最出色的弟子 你说要以身作则 可你有考虑过师父的感受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许你放弃自己的前程 这一次三华大会 你必须要夺魁 或许在长老会审时 我能保下你 以后 倘若再给我丢脸的话 我绝不轻饶 你先出去吧 感写 你 就